市長高鴻安因為在擔任立委期間 扶報助理費及加班費 設立公基金作為私人小金庫 台北地監署14號 一貪污治罪條例起訴高鴻安 前辦公室行政主任黃惠文 也同樣被起訴 但態度良好 無獲得犯罪所得 檢方請法院減輕其刑 但讓高鴻安一刀避命的 就是黃惠文提供給檢方的重要證物 小兔帳本 而資深媒體人善後知也爆料 為什麼助理們會願意公出 一起來聽 助理是自願 自願出有什麼問題 你就知道他就是一個灌老闆 因為你是灌老闆 所以才會出事 他們從帳本中間有公基金付的 黃惠文也沒有拿錢出來補 是下個月你們這些上繳的再來補 你就知道那個狀況 為什麼助理會反水就是這樣 就是說我當你助理幫你寄帳 還要幫你電公基金 因為所有助理上繳的加班費 已經用完了 後面的時候是小兔給他一個list 他每個月譬如說你這個月有多少list 高紅鞍的情況 雪上加霜